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睡著睡著又錯過雙袖 仿佛这个世界只剩工作的守候 但是理想飞跃到星球 抬头往摩天大厦一层一层 我努力一步一步慢慢攀登 多想下一站地铁开往成功 再穿过人群 拥挤的城市有些寒冷 一扇一扇红绿灯 感谢有陌生人陪着我做梦 你去哪儿 慢点 慢点 永亮 永亮 你要去哪儿啊 永亮 小心 我知道是你 永亮 永亮 是你吗 我知道是你 你怎么不说话呀 小花 老谢 我听说你受伤了 来看看你 来 来 来 抬脚 抬脚 来 你 你这眼睛是 没事儿 其实我跟平时也差不多 就是暂时性的 你那会所怎么样 还可以 挺好 你看 你之前说四十岁来不及了 现在不也开车挺好的 这些不是 都亏你吗 你要不帮我的话 我 我 我估计现在 我还在书上挂着呢 苗 苗苗怎么样了 丁文琴带苗苗去日本了 给她 给她找了个新爸爸 人挺好 挺好 他活得还真是挺洒脱的 花 你还是 不能原谅我是吗 不管你信不信啊 其实 我一直都没有记恨你 所以呢也谈不上 原谅不原谅了 而且说实话 我还挺感谢你的 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但是至少你让我知道 我自己不要什么 你让我知道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自强自立的人啊 你 你怎么慢点啊 没事儿 我是怕他无聊 他自己都能跟自己玩嗨了 他无聊什么 陈浩 自强自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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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干什么呀 你怎么一点眼力劲都没有啊 不是他怎么来了呀 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好不好啊 让小花自己去决定吧 小花都傻成那样了 他能做什么决定啊 经过这么多事儿了 他应该不会再那么傻了吧 有时候我真的就特别想不通 你说小花哪个哪个都很普通 怎么就会有这么多男人追他呢 简单 因为他对别人好 处处呢还为别人着想 这就是内在美 明白吗 我还处处为你着想 那怎么就见不到回报 回报是早晚的事儿 早晚 大美 太好了 我就把你这话 当做是你对我的承诺 可以吗 一早一晚 一头一尾 这不就是一辈子吗 你等等我 好 怎么了 大美 你要的私人飞机 我给不了了 但是 我可以给孩子挣奶粉钱 我能和你一起 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 我还能做你和孩子 一辈子的专属司机 大美 你愿意吗 你疯了 买这么大的钻机 哪来的钱啊 不吃不喝了 不够日子了 不是 你先别激动 这个是水晶哪 我倒想送你一个钻戒呢 可孩子的奶粉钱 还没攒够呢 拿水晶来蒙我 你也太没诚意了吧 我先送你一个水晶的 以后再送你一个鸽子蛋打的钻戒 以后 以后 是什么时候啊 早晚 你别忘了 早晚就是承诺 是一辈子 好 不行了不行了 我感觉我自己快置心了 大美 你不知道我现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 再来一个 好 吴谷 大美姐 你又来捣什么乱啊 看见尤亮了吗 却得问你吧 尤亮送他妈妈回老家 本来说是要去深圳结果也没去 不知道去哪儿了 他没跟你们在一块儿吗 他那么喜欢小花 怎么会接受我呢 你们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你们真的不知道 尤亮为什么要离开小花啊 有话赶紧说 尤亮他妈妈非法集资 欠了六十几万 每个月都要还两个点的利息 他不想小花跟着他一起悲债 觉得这样对他不公平 要不是这样的话 要不是这样的话 尤亮怎么会离开小花呢 那天 他喝醉了一直跟我说 他很想要给小花幸福 但他给不了 所以只能伤害他 这样小花会恨他 如果有恨 忘记起来可能会容易一点吧 要不要告诉小花 你自己决定 反正这事儿 憋在我心里面 实在是太郁闷了 现在说出来我痛快多了 现在说出来我痛快多了 我 我 过几天我还要回美国去上学 如果你们见到尤亮 帮我转告他 我也很担心他 嗯 那我先走了 小花 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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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小花 尤亮有些事情 我想你应该知道 他的事儿 我想听他亲口跟我说 搞什么 我跟你回报一下 小花恢复得不错 现在眼睛基本上 模模糊糊能看到些东西 医生说过几天就能彻底看清楚了 等她出院我也该走了 真的不打一声招呼就走 永亮 如果为了钱 放弃这么好一个姑娘 太不知道 钱的方面我想办法帮你 谢谢你 老谢 但我不想永远靠别人的帮助 还过日子 我想先把债务利息的事情处理了 然后好好想一想 我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 也许以前是我太着急了 想迅速地挣更多钱 可是越着急就越窘固 好 好吧 我明天会带小花去散散心 你要不要亲口跟她说清楚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变得更好一点 但是在好转之前 我不想耽误任何人 钱挣得再多 事业做得再好 如果没有情感的话 心里总会是空落落的 你再想想清楚 好 这么好的天 带你出来走走 不错吧 谢谢你啊 老谢 甭客气 眼睛好多了吧 好多了 其实我觉得 咱俩现在这种状态也挺好 也许做朋友 反而能走得更长 这话由亮以前也说过 我现在终于知道 咱俩问题出在哪儿了 我呀 就是感情太复杂 对了 到我这个岁数 经历得太多 完全不能像你对由亮那样 那么单纯 太难了 所以有了 所以 能看到有人那么地爱护你 我也就放心了 老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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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去哪儿了 在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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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像的 ident线 不重要 老谢 老谢 你说的那个爱护我的人 是有量吗 其实这几天 我也常常跟自己说 还是把它忘了吧 可是你知道吗 总会有一些碎片 自己跑出来 我想起公司倒闭那天 一群人追着我跑 油辆骑个车来救我 我没有跳上去 摔在地上摔得四仰八叉 我还想起 他在天桥上卖喉内裤 还说是什么概念创业 还有一次 他累得晕倒了 结果脚冲 把隔壁床昏迷的病人 都训行了 我知道 油亮从小到大 身上担子都太重了 他总想让身边所有人 都过得很好 可是 他为什么就不能给我 一点点信任呢 不管多大的担子 我都愿意跟他一起去承担啊 真的 不管有多苦有多累 我都不在乎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什么困难都可以解决的 不是吗 以前 油亮总是问我 为什么一定得留在北京 我每次都跟他说 我要吃遍北京所有的好吃的 每一家新鲜的三文鱼 每一家新鲜的早午茶 我还想谈一次真正的恋爱 成为一个坚强的 独立的人 这两年因为她 我慢慢变成 自己喜欢的样子 不知道她是不是 也跟我一样 慢慢变成了 自己喜欢的那种人 如果不是 没关系 我可以等 等她慢慢变好的那天 以前尤亮总是很反对 我批发心灵鸡汤 但如果看见她 我还是想跟她说一句 我明白你会来 所以我会等 现在几点了 路灯是不是该亮了 暗烧的落山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三 二 一难再变成家 被对正做成的繁华 就连拥抱也会害怕 谁和谁相演的喜马 不想参透的情话 不够所有爱的解答 只为证明一个永垂不朽的谎话 只为证明一个永垂不朽的谎话 就算放不下 也咫尺天涯 你还要避充的谎话 只为证明灵用到太空 并嘎心灵用到太空 咪封烹不上太空 许多些鸡用到太空 最终偏强不留意 我给你的微信都收到了吗 一对正做成的泛话 就连拥抱也会黄黄 谁和说是没有心吗 不想参考的期望 不懂所有爱的简单 只有两无牵挂才能被称作为大 既然放不下 就别触碰它 你非得去上海啊 国际厨艺大师班 还有机会去国外学习 听起来这么高端 我都让人要去啦 我说你就别回来了 你的房间已经让我们给租出去了 你敢 你别听他乱说 我们呢正商量着 如果有可能 我们就把这套房子买下来 你那间一直给你留意 大美 你放心 我一定很快回来 大美 你怎么说话只说一半 等以后孩子出生了 我们还需要一保姆呢 可以啊 包吃包住我年薪五十万 保姆没问题 你以为你是纯金的呀 算实的好吗 大美 你千万记好预产期 要把假期请出来 最重要的 一定要提前给我打电话 我过来陪你 知道吗 知道了 还有你啊 看着他点 别让他乱买衣服 乱买包 不然就你挣的那点钱 都养活不了他们 我说话才得听啊 只要大美高兴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没有原则啊 大美就是我的原则 可可惜 好了好了 别磨叽了 一会儿来不及了 快点啊 你到了 给我个电话啊 上海下雨了 你带洒了没有啊 都装好了 大美班长 他意思是说 你都快变成洪老师了 我走了啊 嗯 孩子快出生了 马上给我打电话啊 一定的 保重 祝你 这儿 他就是他 脑子 muscles 你 说 好 怎么没睡昨天又醒了 大妹 这俩孩子 折腾你这么长时间 以后就都归我了 我去吧 乖 不许哭了 再哭就打小屁屁了 梁小姐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高伟康的妈妈 梁小姐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家里有孩子 孩子 孩子他爸在哄孩子呢 小康盼了 十五年 可是他在里面状态很不好 不配合改造 这样下去 人就彻底毁了 是他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他是活该的 梁小姐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冒昧 可我还是想 我求求你 你能不能去看看小康 小康盼了 对不起 你去吧 你不怕 我还想着他 你和孩子现在 都在我手里 我怕什么呀 你妈让我来看看你 你妈让我来看看你 她说 让你配合改造 争取减刑 早如出去 重新做人 你爸你妈都老了 别再让他们为你操心了 话我 你带到了 你好自为之吧 好自为之 大梅 孩子好吗 我知道 孩子是我的 孩子们很好 他们现在有父亲 他对我孩子都非常好 对不起 我怕你 过来 你不能在这儿 泰伯 见到吧 我怕你 你不怕你 你不怕你 在这儿 你看起来好像不太平静啊 这种人你想着他干什么 我一直觉得 我会特别恨他 可今天见到他 突然感觉什么都没了 这样真的挺好的 张红 你干吗呀 大美 你好久都没这么笑过了 我还是喜欢你笑 你一笑 我心里就觉得暖红红的 张红 谢谢你 谢我干吗 谢谢你 这么多年一直陪着我 我说过 我会一直陪着你西洋红 我说话算数的 好 西洋红 你带领老年人 小花 刚才两个孩子一直在家里哭呢 啊 大美一个人照顾不了 你在哪呢 看见你啦 往后转 这 张红 别动 你是谁 我 这国外走一圈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现在活在二次元的世界里啊 怎么会越活越年轻呢 这国外都是二次元吗 没办法 我的室友是个日本人 非要把我打扮成这样 走了 你别碰我 这学生归来有什么打算啊 我跟几个同学做了个公众号 名字叫做疯狂厨师 每天呢 我们会推出一道简单好学的菜 方便都市里的单身男女们 来我给你看啊 这是我们的公众号 你看 跟尤良还有联系吗 不多 还在等她 对啊 如果 她一直不来找你呢 她准备好了会来的 真好 你人呢 我没看到人啊 在你背后啊 我背后 你背后 哪个背后啊 是吗 赛小花 你好 我叫尤亮 我家境一般 学校凑合 只有长相 还能加点分 大学毕业后 我来到北京 遇到了一个姑娘 名字很土 叫赛小花 尤亮 他跟我一样 家境一般 学校凑合 而且长得还很普通 他曾经逼问过我 尤亮 你是对我一见钟情吗 我不得不告诉他 我是因为一颗咸蛋 借助了他 我借助了 我没地方住的时候 是他 把我捡回了家 还捡回了我的 一块香皂 我记得我难过的时候 他给我一条条心灵鸡汤 我还记得 他第一次 认真地握住了我的手 竟然比我还紧张 我记得 他说过的每一句话 做过的每一件事 赛小花 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可是 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敢说 也不敢做 我说服不了自己 能给你什么样的幸福 其实我现在 虽然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收入还不错 可是 还有一些还不清的外债 每个月 还得还一些利息 我不知道我能否给你一个 安定的生活 可我不敢再让你等了 小花 我可以成为 你未来生活的一部分吗 如果你愿意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富裕还是贫穷 不论健康还是疾病 不论幸福还是忧愁 我会永远珍惜你 保护你 永远信任你 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 闭上眼睛 数一二三 如果出现彩虹 我就当你同意了 好吗 一 一 二 三 三 彩虹 你们能不能走点心啊 给我一个吻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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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吻在你的脸上 就像跟鼠屁 小花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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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等你这句话多久了吗 质疑 你要多久了 知道 rojo 还不让人来 来了 慢慢走 至现在 好了 今天这两大菜呢都交完了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也喜欢做菜的话 就请加入我们 让你的味蕾跟我一起摇摆 让我们顾问货责人 给大家阐述这个金融产品的概念 大家好 我叫尤亮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讲 金融不在身边 我们这个产品目的 就在于给更多的年轻人 更多的创业者 提供创业资金的机会 我曾经创业的时候 经常碰到资金问题 这个问题让人很痛苦 也让人很烦恼 在投资启动资金的时候 我没饭吃没地儿住 连女朋友都跟别人好了 我好几次想过要放弃 但就在这个时候 我遇到了我人生中 最重要的几个朋友 他们一直支持我 鼓励我 信任我 才让我有信心走到了今天 才让我可以实现我的梦想 感谢有陌生人 陪着我做梦想 所以各位 你们在创业的过程中 不管遇到任何问题 千万不能放弃 从层一层我努力 一步一步慢慢盘 发过来的图片我看到了 怎么说呢 摆盘有一点太满了 周围的装饰可以去掉一点啊 还有 招装有点太多 所以你会觉得菜饭源费有点深 加油 你可以做得更好啊 拜拜 有一个人陪着我做梦 不必再多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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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梦会崩塌 时间如梢 放肆的喧哗 沉默的表达 亦难再变唇甲 背对整座成功 不成的繁华 久连拥抱也会害怕 谁和谁相演的喜马 不想参透的情话 如果所有爱的解答 只为证明一个勇趣不朽的谎话 就算放不下 也咫尺天涯 夜的尽头 不值得停留 明知是虚构 却不愿回头 还是不够 情愿去承受 情愿去承受 然后再繁荣 最终偏家不留 背对整座成的繁华 久连拥抱也会害怕 谁和谁相演的喜马 不想参透的情话 如果所有爱的解答 只为证明一个勇趣不朽的谎话 就算放不下 也咫尺天涯 所有渴望的可惜的事 但致命的程度 没两样 真的 会有人选择阿福吗 真相只有一个 就尽情吩咐打击 主人 欣赏弃身的武姿吗 如风 心盈自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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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尽情 你选择阿福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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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内如风 心盈自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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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